iPhone 5到底什么时候要上市了 很多的苹果迷又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今天最新的消息可能会是美西时间的10月4号 也就是台北时间的10月5号 网络上iPhone 5的想象图琳琅满目 看得出苹果迷迫不及待想知道它的推出时间 但苹果公司老身在在 不说就是不说 现在苹果公司终于有了动作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旗下网站的消息指出 苹果公司日前广发新闻邀请函 邀媒体在美西时间10月4号 出席在加州举行的讨论iPhone记者会 虽然苹果公司还是没有说 那究竟是不是iPhone 5的发表会 但科技网站猜测 现在这个时间点举办记者会 应该就是iPhone 5露脸的日子 竞争对手当然不会让苹果专美于前 南韩三星曾经在国际电子展 展出超薄的弯曲荧幕 到它卷曲时影像不会失真 就算卷成一公分的圆筒状 也能正常运作 这款荧幕虽然还没量产 但展出的雏形已经让同业冷汗直流 中间新闻 冯一超 王婧宇报道 高雄有一个怀孕四年代